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在超市鸡蛋打折的小摊上 老杨和老许凑巧碰上一起来买鸡蛋了 老许问老杨,他现在一天吃几个鸡蛋 老杨表示自己一天一个就够了,不敢吃多 因为听网上说鸡蛋多吃了 心血管和癌症风险都会升高 听到这话的老许很是惊讶 觉得自己之前体检查出胆固醇偏高 和他一天吃两个鸡蛋有关 表示换成一个蛋吃,例如鹅蛋 但老杨却说鹅蛋也就看着大 不如鸡蛋更有营养 说起蛋,常见的蛋类有鸡蛋 鸭蛋以及鹅蛋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明明鹅蛋是最大的 但日常生活中却很少看到有人吃鹅蛋 这是为什么呢? 每天多吃一个蛋,死亡风险增加 鸡蛋是人体优质蛋白 维生素和其他生物活性营养素 如卵磷脂、类胡萝卜素等的良好来源 但近来网上却有不少说法称 每天多吃一个蛋 心脏病和癌症风险都会升高 这靠谱吗? 去年发表在刊物上一项基于52万人群的 队列研究发现 鸡蛋和胆固醇的摄入 与更高的全因死亡率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相关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胆固醇的总摄入量 也会影响到由吃鸡蛋引起的相关死亡率 例如,如果每天膳食中 额外摄入了300毫克的胆固醇 那么全因死亡率就会增加19% 其中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会增加16% 癌症死亡率更会增加24% 但同时,该研究也发现 限制胆固醇摄入 并用蛋清或鸡蛋替代品 如家禽、鱼类、乳制品、坚果和豆类 来代替全蛋 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和长期生存 例如,每天只吃25克的蛋清 来代替半个全蛋 一个鸡蛋约重50克 即可将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降低3% 癌症死亡率降低8%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 为什么说多吃鸡蛋会有害健康呢? 这是因为蛋黄中的胆固醇 容易在动脉中积聚 并形成血栓 造成动脉周样硬化 进而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而最近,大学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系团队 发表在科学期刊上 一项涉及4778人的新研究发现 适当摄入鸡蛋 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病风险 因此,鸡蛋吃对量很关键 根据新版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 正常成年人每周蛋类的摄入量 最好是在300到350克 相当于一周吃6至7个鸡蛋 鸡蛋、鸭蛋、鹅蛋 哪个更营养? 平时常见的蛋类 主要有鸡蛋、鸭蛋和鹅蛋 这三种蛋类之间的营养素含量 有区别吗? 哪种蛋类的营养价值会更高? 1.蛋白质 一般情况下 不同蛋品的蛋白质含量 都大约是每100克 含13克 差异不大 三种蛋中 鹅蛋的蛋白质含量最高 每100克 约含14克蛋白质 而鸡蛋的蛋白质含量 是最低的 每100克 约含12克蛋白质 2.维生素 不同蛋品的各种维生素含量 会略有差异 其中 维生素D含量较为丰富的是鸡蛋 每100克 约含1.6微克 相当于80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 是其他单品的1.3倍 而维生素B12含量较为丰富的是鹅蛋和鸭蛋 会明显比其他蛋品高 至于维生素A 维生素E 及维生素K 等其他脂溶性维生素 不同蛋品中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 3.矿物质元素 对比三种蛋的矿物质元素含量 鸡蛋的钾和钠含量较高 鸭蛋的磷、钙、鎂和鲜含量较高 而鹅蛋则是铁和锡的含量较高 其实这三种蛋 从营养物质的角度来说 整体差别都不是太大 不过膳食指南建议 不同蛋类最好是轮换着来吃 这样更有利于健康 鹅蛋更大 为啥很多人都不爱吃 大家吃过鹅蛋吗 比起每天一个的鸡蛋 有些人可能一次鹅蛋都没吃过 明明两者营养都差不多 鹅蛋反而更大 为啥却不受欢迎 一、产量低 一只母鹅的每年产蛋量只有几十个 因为母鹅在一年里 约有四至五个月为休产期 而一只母鸡的每年产蛋量 则可高达二百到三百个 二、价格较贵 由于鹅蛋产量少 物以稀为贵 一个鹅蛋的价格约在五到六元 而鸡蛋的价格一般都是每斤四到五块 一斤鸡蛋大约有七到八个 折算下来一个鸡蛋的价格约为0.5到0.7元 三、口感较差 鹅蛋由于腥味较重 味道有些油 而且质地也比较粗糙 甚至有人会觉得它吃起来很奇怪 仿佛嚼辣似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吃鹅蛋 而鸡蛋的腥味则较少 烹饪后风味也较好 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另外还有说法称鹅蛋能排胎毒 其实这是无稽之谈 鹅蛋的营养素含量跟鸡蛋差不多 作用也是大同小异的 并不具备排胎毒的功能 而且这个说法也没有科学依据的支撑 不过由于鹅蛋含有多种蛋白质 如果孕期摄入过量 可能会导致孕妇的尿酸水平升高 同时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因此建议孕晚期可适量吃点鹅蛋 但不要多吃 吃鸡蛋会升高胆固醇吗? 很多人因为担心鸡蛋胆固醇太高 而不敢吃鸡蛋 难道吃鸡蛋真的会让胆固醇过高吗? 科性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 科学技术部主任软光峰解释道 人体内的胆固醇只有约占30% 是来源于膳食 70%-80%则是由肝脏自行合成的 而且从膳食中摄入的胆固醇中 还有部分是无法被人体所吸收利用的 进入体内后会通过代谢排出体外 因此我们可以放心食用鸡蛋 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 是不会对健康造成隐患的 那么高胆固醇患者 能不能吃鸡蛋呢? 答案是可以吃 但是需要控制好量 高胆固醇患者 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量 要控制在300毫克以内 按照鸡蛋的胆固醇含量 即每100克含585毫克来看 高胆固醇患者 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 但需要注意的是 吃了鸡蛋后 要少吃其他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比如肉类 蛋类营养价值高 适量食用可给身体健康加分 注意在一天内 不要吃过多的蛋 每天一到两个即可 毕竟均衡饮食 才是健康之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